兄弟们早上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奥德比奥的老家 看一看 这边跟其他非洲的这个村子不太一样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那个油粪户的那种土房子 然后在这边呢 你能看到这个铁皮房 还有这个水泥墙 在当地呢 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这个模范村 因为他们都是拉香蕉的奥德比奥 然后因为有这个二八大杠 所以说他们能够通过拉香蕉赚取更多的一个收入 能看得到他们家里面的这个房子 更加的漂亮 全部都是水泥铁皮房 贼专业 现在是早上的六点钟 太阳才刚刚从那边升起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跟着这个奥德比奥 去他们当地的这个香蕉园里面采香蕉啊 看看他们是怎么完成一天这个运输香蕉的工作 看看我后面彪哥的这个村子啊 还是建设的非常的好 基本上每一栋房子啊 他都是盖了这个铁皮网 现在是早上的快七点钟了啊 彪哥 彪哥带着他的这个团队啊 今天要去砍香蕉 so bro today you want to go to cut a banana right yeah oh can we follow you to look cut a banana no problem so this is your banana team right oh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nine ten oh my god 兄弟们此时此刻这就是卢旺达最专业的团队啊 非洲砍香蕉 单车奥德标 兄弟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场景有多么的壮观啊 每一个人都是人手一台二八大杠为标配啊 他们就是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金状的猛男啊 他们的这个职业就是专门砍香蕉 然后再拉香蕉 然后再卖香蕉 最后呢就是扒着那个货车啊 再回到这个山上来啊 这个就是他们每天的工作 那么今天随着这个丰哥的镜头啊 带大家去看一下奥德标的一天到底是怎样的啊 let's go兄弟们 他们就像专业的仪仗队一样啊 每天的话会在这里集合 然后去森林里面收集这个香蕉 香蕉的用途可多了 第一的话可以当主食 当这个大米饭来吃 第二的话这个香蕉可以做成这个香蕉啤酒 这里是非洲布隆迪大山里面最专业的团队啊 同时也是一群高收入的人群 只要拥有一台二八大杠啊 不光可以拉货跑运输 而且可以挂这个香蕉 直接冲下这个山坡啊 就是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 拉完这个香蕉之后 然后又可以挂着这个后面的这个大卡车 给它挂上来啊 兄弟们 兄弟们为了去这个山里面拉香蕉 德标 德标要带我体验这个体验这个VIP啊 兄弟们 兄弟们出发了 兄弟们标哥到地儿了啊 每天呢会有当地的这个胶农 把这个香蕉啊采集好啊 今天只剩下这个四把了 然后标哥的话会在这里收集这个香蕉 把它运到下面的城市啊 赚取这个插架 我们跟着这个标哥来采购香蕉啊 我后面的这个标哥 现在在跟那个老板讨价还价啊 需要把这个价格压到最低 然后再把这个香蕉呢 通过它的这个高超的单车技术 然后再冲刺到这个山下啊 再把这些香蕉呢 就是对下面的集市能卖一个好价钱 这样的话 它能赚一个差价啊 这边都是他们村里面的奥德标家族啊 就是早上帮这个香蕉 全部都采集切割好了 然后现在的话给它装车 兄弟们看啊 这一束香蕉它能赚两千 这是两束香蕉啊 两束香蕉 这是第三束啊 第四束 第五束 第六束 第七束啊 七束香蕉可以赚一万四的差价 一万四的差价呢 折合人民币啊 就是不到三十块钱 接近三十块钱左右 二十八块钱 但是呢 却要为此啊 承担这个付出生命的一个代价 但是这不是绝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山路是非常陡坡的 从这里就直接像一个悬崖一样冲下去啊 昨天我跟标哥去当地最大的IS店啊 然后把这个车给修好了 之前他这个车没有刹车片啊 现在装上了这个刹车片 兄弟们看一下啊 这个刹车片是二手的啊 刹起来的话 能够稍微增加一些这个摩擦力啊 减缓这个俯冲的这个速度 万一遇上这个紧急情况 至少能够保住一趟性命 不至于落地成河啊 我的好兄弟 现在给大家演示啊 如何把这个香蕉 一束一束的捆上去啊 穿黑衣服的这哥们也是一个奥德标啊 他是奥德标的老表 叫做奥赛罗啊 他也是拉香蕉的 今天他来帮他的这个表弟啊 背这个香蕉 兄弟们 兄弟们看一下 这个香蕉装车的艺术啊 非常的复古啊 他们采取的是那种 八字的打结式的 那个细绳的那个方法啊 非常的科学 兄弟们 能够让小小的二八大杠 承载几百公斤的重量啊 佳人的话 我估计一共三百多公斤吧 这车要标起来的话 这速度啊 带好的刹车也刹不住啊 兄弟们 我们现在跟着彪哥去下面的集市啊 兄弟们 我们彪哥现在准备出发了啊 彪哥出发了 兄弟们 一百多公斤呢 这个香蕉的直接就出发了 咱们上车追他 Let's go 下山的路 基本上都是下坡路啊 可以看到我彪哥 彪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啊 基本上跟小车的速度保持平行啊 马上又是一个非常陡坡的这个下坡路了啊 兄弟们 你们看啊 这也有个奥德标 他们开车的话都是侧座的 就像那个仙剑里面遇见飞行啊 这个速度的话比小车还快啊 彪哥的话就是骑着这个自行车 每天在这个公路上 运香蕉 兄弟们 卖香蕉啊 天不连我奥德标 非洲万古如长叶啊 哇 这个壮观兄弟们 哈哈哈哈 来往路过的这个大卡车啊 彪哥下山一般不需要扒这个大卡车啊 彪哥团队的朋友 扒完了这个香蕉 他们就会扒这个大卡车 然后上来啊 哎兄弟们 遇到状况了啊 彪哥的这个自行车链子 好像泡毛了啊 兄弟们 刚才手动给他装好了啊 现在继续飙车啊 兄弟们 这个山里面的每一个香蕉骑士 他们的这个车技都是最棒的啊 一两百斤的这个香蕉啊 他的这个车子依然可以行驶的非常的平稳 甚至在下坡的时候 还可以冲刺一段距离啊 现在车子比较多 一会儿车不多的时候 他就开始冲了啊 兄弟们加速了啊 加速了啊 这个是一个近40度的一个陡坡啊 德标现在开的比我们这个汽车还快啊 兄弟们 马上在这个弯道过弯的时候 他将迎来第一个飘移啊 兄弟们 看一下啊 哈哈哈哈 这速度太快了 兄弟们 我们小车都追不上 兄弟们 飙起来了啊 飙起来了 在这个弯道过弯的时候 他直接可以飘移啊 兄弟们 直接飘移啊 哈哈哈哈 这有非常多的标哥啊 都是早上一个团队的 他们把这个香蕉拉下来了啊 兄弟们看啊 我标哥从这个山上下来了之后 会把这个香蕉卖给底下专门收香蕉的这个 胶农这里啊 能够赚取这个28块钱的这个收收益啊 一共需要运输大概30公里左右 兄弟们 为了防止他们冲的太快了 这里还设置了一个减速带啊 这个哥们是卖那个干柴烈火的 这是干柴烈火奥德标啊 他将继续狂飙 兄弟们 看一下 他将继续在这个山区狂飙 这是当地最大的这个胶农啊 他的这个绿衣服就跟香蕉似的啊 德比尔每天辛苦的工作啊 为了赚取这个28块钱的这个生活费啊 不得不冒着这个生命的危险 把这个香蕉全部放下来啊 然后赚取这个人民币28块钱啊 为了生活真的不容易啊 在这种下坡路冲的话非常的危险 一共是七处香蕉 差价的话应该是14,000 如果这边香蕉就是 叫老板也检查一下 只要香蕉没问题的话 他手中那个万元大钞啊 就给这个奥德标啊 奥德标看着那个万元大钞心里已经非常着急了啊 叫老板还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啊 不挑了拿走了啊 哈哈哈哈 OK you work at this time thank you very good very good 这里就是布隆迪啊 大山里面 在这里的话 每天都有拉香蕉 狂标的奥德标啊 请大家现在记住这个车的速度 一会儿的话 那个单车的速度比车还快啊 哦 这个搬到车了 这两个也搬到车了啊 我的标哥今天运气不太好啊 他没有搬到车走路上来的 累坏了啊 oh my god It's fast 兄弟们看一下啊 哇 这带着一个人还有十个大铁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he bicycle faster than the car 兄弟们 这个是每天上坡的路啊 显然这三个奥德标 今天没有找到这个大卡车 为他们停留啊 他们推着这个车上坡的话 非常的辛苦啊 要是能扒到一个顺风车的话 那上山就太容易了 太轻松了 清一色的二八大杠啊 拉椒跑运输 盖房娶媳妇 生娃不是梦啊 非洲的兄弟非常的勤劳啊 勤劳致富 Hello man My friend